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要談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找了一堆 我們講說是318佔領國會的台中暴民 其實他們都是我們哲學興趣的志工 哲學舞怎麼專門出暴民這樣 那包含我也在佔領國會的時候也進去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說我們透過 不只是今天我們所有的這些哲學舞的志工的朋友 他們來談一下他的318運動的一些經歷 同時我覺得最重要其實我們還是可以 我希望說每一個人 就是說剛剛其實現場每個人稍微談了一下自己的318經歷 那其實我們也只是說透過我們哲學舞志工來談一下說 他在318這場運動裡面 他自己在這個運動裡面 他覺得他的角色、他的位置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在這麼大的一個歷史事件裡面 我們個人確實是很微小 可是當我們有這麼多的個人集結在一起 成為一個集體的時候 確實事情就改變 而且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才會有今天這個歷史事件出現 那可能待會他們會分別從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來談 這個部分 有關於318的經驗也要 或318之後對於他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他會談這一輪 然後再來千賢會來談 有關於他在這個作品 318報名展裡面的一些想法這樣 好那我們先請這個 我們最年輕的 我們裡面的唯一的女報名 賴伊玲來談一下 賴伊玲也是這本書的這個設計的感覺 也可以 待會他也會談一下他的設計的例子 好不用跟他們看 那我們歡迎賴伊玲 大家好 就是啊 其實我之前也 我是在參加318的時候 遇到主持人 然後被他拿進來加入這種製作 對就是 我那一天 我其實在去年的9月 就有參加黑島親辦的那個 就是兩天 兩天的工作 然後他就是 他那兩天就是專門在告訴我們那個 服貌協議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可能會牽涉到哪些問題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去 我自己是一個上班族啊 所以我其實去參加完我覺得 就很震驚 可是回到台中以後就去工作 然後就只是可能有家有逼啊 所以就看到他們可能會去參加公聽會 然後很努力的就是幫各個產業表達意見 但是我也好像都幫不上什麼忙 然後就一個月一個月這樣過去 然後直到就是那陣子3月多那時候 然後就看到欸好像真的要通過了 就是那個公聽會都結束了 然後突然想說天啊 那我都沒有完全沒有進到任何地 然後所以就 我那天就很很焦慮 然後又看到就是老班一直在分享 然後就想說這樣不行 我就是318那天我一定要到現場去 對所以我就前一天晚上就請假 然後隔天呢就去 那其實到現場就像剛剛有一位 有一位那個朋友也有分享到 就是其實人很少 然後就是很平靜啊 就好像沒有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就待到晚上的時候想說 欸那我明天要上班啊 那是不是就應該先回去了 對然後結果我是一個人就是這位 等一下會分享的那個志工我們一起去 我們一起決定要回去了 就回去到休息站 經過休息站休息的時候 然後發現天啊就是突然那個 他們竟然就已經佔領立法院 所以我們就討論一下 然後就立刻折返回去 對 車班跑的概念 對就立刻就是那時候 然後就想說不管了 明天就再說吧 然後對啊就是到那邊以後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就進去了 就是就真的翻牆了進去到裡面 在那裡待了一個晚上 然後到隔天 對就到隔天下午才出來 然後在裡面 就真的很緊張 我記得那天到裡面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是警察會公司出來 所以整個就是 手都軟了 然後又會聽林肥凡在那邊 就會分享說啊 你要帶著身分證啊 等一下可能警察把你抓走的時候 身體要放軟啊 然後記得要在100塊啊 在身上啊 然後如果就是被放到野外的話 記得要坐計程車回來 整個都覺得好緊張 就是不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警察在公司 就是開始在公司的時候 就是我是在那個 六號門的下方 他們堆在我 然後我在下面幫他 然後其實也就只是 有稍微跟警察拉扯的那瞬間 對我就覺得 就覺得很還蠻驚 還蠻正經的 就是跟平常生活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後來就是 我本店離開 但就是陸陸續續 我就又就是 大家翹班了 四五天就 然後喊假的就是這樣 往返 然後就可能那個行政院 或是330這樣子 陸續參與 然後到最後 就是在公司的時候 也跟 就其實很想跟同事分享 可是其實我同事好像沒有什麼興趣 就是我明明都翹班了 然後回到公司還 也沒有人問我問題 大家就很像沒發生過一樣 對然後就 所以我後來 其實就 然後就今天覺得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然後很 只要回去我就覺得好奇怪 有兩個事件 然後最後我就 我現在就 五月多的時候我就辭職了 然後沒有 沒有繼續待在那裡 然後也 就我覺得我還蠻幸運 我辭職以後 就是遇到那個 我之前參加工作房那是 就我的室友 他們 他開了出版社 然後他就找我做了 這本書 對 所以我也 雖然我辭職然後 可能會很辛苦 但是就 還賺到了錢 對 然後 意外收穫了 對 然後而且是做我真的很想做的東西 喔對 我還有一個提問 那就是那個 那時候我在上班的時候 有一個 我的案子是 我是做平邊設計 然後有一個案子是做茶葉 就是茶葉包裝 然後我的客戶 那時候我們去開會 跟他提案 然後他還在 就是大肆地討論說 最近那個服貓通過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在那個 就是中國設點 我們要怎麼包裝 什麼推銷 那我那時候當下聽到 我想聽了 然後前天才從那邊回來 然後我現在在這邊 然後跟他討論說 我要怎麼包裝 才可以讓他接下來 服貓過了以後更好賣 就覺得 對 所以我就辭職了 對 對 然後 嗯 對 就是覺得 其實參加完後 除了 就很幸運 可以認識 就是各式各樣的人以外 然後也覺得 好像生活 可以變得 就那時候 常常露宿街頭 所以其實 好像接下來 要出去旅行或什麼 都可以很簡潔的 就立刻手上行李 或什麼不用帶 然後就出去 對 不用洗澡 不用刷牙 就 覺得這樣生活 也蠻好的 對 就是從 報名轉為 遊名的概念 對 就覺得 對生活其實是 還蠻有幫助 不像以前就是會 留很多的照片這樣 然後 這次設計這本書 其實 其實它 嗯 我覺得我自己 因為我參與挑照片 然後有一個蠻重要的 挑照片的那個 準則吧 方便第一張 沒辦法 用自己的牌 就是 就是我們會把很多 比較知名的人物 盡量不是 那麼明顯的 就是放在上面 就是很多大門在新聞上 常常看到的人 或是我覺得其實 就是很有名的 會不會討論的人 其實都是蠻深的 對 很多 所以我覺得就 在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我們人物已經挺多了 所以我會覺得 有 女生出現的鏡頭 就 一定要 就盡量放這樣 然後很好 對啊 所以其實 這場運動裡面 性別的問題 一直常被提出來 對 然後 這是我 對 我自己還蠻 覺得蠻重要的一點 嗯 然後可能就是他 除了人物的角色降低以外 就是會盡量 只有前定部分是照時間入手 就前面有人的部分 然後你會很知道 往原來那個時候 就我們連幾點都標出來 所以你會蠻清楚那個 那個當下 就是怎麼樣 多快多快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直到 直到大家比較確定 那個議場是安全的這樣 然後才開始看裡面的 裡面的展品 跟外面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 就是很謝謝 我去年的室友 對 就是覺得 很開心 可以 遇到玩家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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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比禮坦 提到一個很重要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今天所有的禮坦 沒有一個人是學生 都是上班族 在其他各行科業工作 不是學生 我相信在場各位當然也有很多 是學生 就是同學 那 可是其實很多人 你是來自於各行科業 你也是上班族 可是我們共同來關心這場運動 那接下來我要請另外一位來分享 剪佳佑 另外一位報名 我們要來談一下 好像講好短 突然有點 氣有點緊張耶 雖然好像蠻常拿麥克風 對 好那我們還是從那天晚上想起好了 就是突然看到那個 那個立法院的全賢樓 被丟了三顆水球之後 然後發現哇有騷動 然後就跟著跑了 那你也沒有想 其實也沒有思考那麼多 然後就往裡面衝 那衝進去就在立法院裡面 就是四處奔跑這樣 因為你也不知道 到底要從哪裡進去 我們要先說清楚喔 這些人 我都是一月的時候 今年一月的時候才認識他們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很熟 所以我們就 好那突然之間就進去了 你進去到立法院的外面 所以你發現說 我覺得那還蠻激動的啦 情緒還蠻激動的 可是事實上 當你衝進去的時候 你心裡完全沒有掛念 就是完全沒有思考說 我到底要不要停下來 我覺得那其實是經過一個 很長的思考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在想的時候 我們甚至必須回去講 前一年818佔領內政部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也是讀法律出生的 然後818佔領內政部的時候 其實我只想到一件事情 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還是在一個法治國家吧 我也去佔領了 可是我發現 我覺得那個玻璃好像不能破掉 那個玻璃破掉了 對我來說好像是某種程度上 我去再追求那種所謂的法治國的那種信念 好像會碎掉 或者是就不存在了 可是在今年的318的時候 我的腦海裡面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掛礙 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掛礙 可是因為你知道說 這個不管是這個政府也好 或是這個政權也好 我們需要更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告訴他說 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那318之後 其實我進去沒有待沒幾天 大概就那天晚上很刺激嘛 就是大家看的那個直播要 或是電視寫什麼四波三波的那個攻堅 然後就哇 隔天就早上了 那我在裡面待了兩天 因為禮拜五有折捕 所以我們就回來了 那禮拜五之後 因為隔天禮拜六禮拜治 然後突然從議場沒有做什麼 要去佔領那個 不是佔領 包圍那個國民黨市黨部 那我們就去那裡辦了兩天的活動 那兩天的活動 禮拜之就結束在那個323的那一個晚上 那其實我到現在 其實坦白說這整個運動到先 到那一陣子我印象最深刻 其實是323那個晚上 因為大概7點多的時候 記憶整體你又會在滑手機 你會發現好像有什麼行動 可是你不知道 等到那天晚上7點多的時候 你發現 原來是這個 那 就當場有很多人就往台北衝 可是你在那時候其實你會去思考說 你自己到底應該留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從320出來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進去立法院 就到410了 因為我覺得說我在那個地方好像只是多一個人 我們可以去哪裡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 然後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當天323的那個晚上 我在國民黨施黨部的時候 最後面那時候我覺得 我的情緒還滿激動 因為你很擔心 感覺好像說這個 去攻佔行政院 然後那個警方的態度 或者整個政府的態度 其實跟318那時候好像不太一樣 就是很風聲鶴唳這樣 你會覺得說 那種改變可能是比318你自己衝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是更害怕的 因為也許你不在現場 所以最後我在那個晚會 因為剛好不小心主持到最後一個 然後在那個時候 我請全場的人站起來 然後我們喊了幾句的口號 那我覺得說 當下的那個 我會覺得那是一種很有能量的一個時刻 我自己有感動到 我不知道現場的人有沒有感動到 可是我覺得說 那個時候我們好像真的是 想要發出一點聲音 去告訴這個政府說 你別 差點講髒話 你他媽的不要去動 那些正在行政院的那些學生 因為那些人是我們的人 他們是我們的自己人 都覺得說 那天晚上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沒有睡 那我也沒有睡 然後就到隔天早上 那因為有些那個暴民有沒有 也是在 你會發現 你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又網路也不是很順 那你在電腦前 你就一直爬穩說 靠腰這幾個人 到底是期待嗎 換你什麼事 然後又噴水啊 又怎麼樣 催淚瓦斯啊 什麼東西都出現了這樣子 結果後來發現 他們好像比較暴力一點 要不要把人家水車拆掉 那當然說 漸漸的說 我們就開始講 暴民暴民 某種程度上 那也是一種自嘲啦 其實 我們不是真的是暴民嗎 因為我們只是把那個 拿來自嘲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可以做那個 對於暴民這兩個字的詮釋 是更 積極的 想要去捍衛我們的權利 或者是說我們應該要去做 我們能夠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讓這些執政者啊 或者是這些掌握的權利的人 就是違規三者 然後今天接下來 在這個幾個月的過程中 這半年的過程當中 就一直在投入在這些 社會運動裡面的工作 那到現在我是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遺憾啊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因為可能人家覺得 不管別人怎麼看你這個 這個運動到底是成功 或者是不成功 也不管說是導國前進 還是市長給務嗎 還是其他有的沒有的 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 當然會有很多人跟你們講說 你做這個不好啦 你如果要去做一個更正常的工作 更穩定的 之類的 可是你們自己 我覺得還是最重要的 可能就是你要對得起 你自己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而且你必須要很用心的去做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對你來說 也許對別人不重要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 要對得起自己啦 然後繼續的堅持這個自己的理念做下去 好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好 謝謝夏悠 其實夏悠也是從參與318 然後318之後他就整個全職 全新的就投入了在社會運動 NGO的工作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也看到說 不太一樣的轉變 可能之前 當然本來就是很關心這些社會運動 可是現在變成一個全職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運動的工作者 那其實這個是運動之後的一些轉變 那好接下來 來 林姓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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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姓榮 那個 今天在 澤虎的這個場合談318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很微妙一件事情 那 我想剛剛的兩位或者是 接下來的另外兩位 他們可能 要跟各位分享的主要是在於說 他們參與的這個過程 那 不過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所以 沒有故事 我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 這個 澤虎的 幾位老面孔 大家都知道我是醫師出身 那 那 這段時間以來也有很多人會問我說 欸你好好的醫生不當嗎 跑來搞這些幹什麼 或者說為什麼會這樣 那 所以我 我比較想要從一個 呃 比較感性一點 然後 就是我的 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在我的 人生的軌跡裡面 對我產生怎樣的影響跟改變 從這個方向去 跟各位稍微談一下 我剛剛覺得 也是另外一個橋 前面這個 忠一忠的學弟 麻煩你趕快站起來一下 欸 面向大家 那個 制服很好看啊 沒有沒有 這個制服 在我看起來是有很特別的感觸 我是1978年出生 齁 忠一忠以前的制服 他的學號 的方 那個秀的方式是很自視的 他是秀台中一忠 然後一年級就是一槓 就是跟我 差不多跟我的年齡層 或者是 甚至年紀比我更大的 大概知道 看到了嗎 沒有 那 現在學弟 身上穿的這個 學號的形式 其實跟我那時候在學校 推動的一些過程有關係 那 剛剛很多人都會提到說 本來他可能對這些事情都沒有在關係 但是 因為這樣一個石破天津的行動 就開始注意到 其實很多 我們可以注意的事情 那 我其實 從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我就對公共事務有很深的興趣 然後 我也相信說 其實一個國家或社會 他政治的改善 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可以直接造成 對很多人 正面的影響 但是 因為 我們 因為我自己的人生機遇 跟 種種的關係 其實 我在 去年以前的 將近二十年裡面 我不太去 關心這些事情 我跟大多數的人一樣 對 對所謂的公共事務的 態度是變得很保守 很淡 甚至是悲觀 然後 我 我一度覺得說 其實每一個人 只要 把他自己 專業的部分做好 不一定要透過 政治的管道 來改善這個社會 那 很巧妙的是說 呃 因為我 我之前因為求學的關係 我 長時間沒有待在台中 然後到前年 我才又 搬回來 這個 我的故鄉 那 現場這些 幾乎 幾乎每一位啊 包括我 我前年搬回來台中之後 呃 絕大多數我身邊的朋友 都是新認識的 我們都是新認識的 那 我剛剛為什麼說那個 在折舞 在台中的折舞 談318 對我來說很 很微妙就是說 因為這些朋友都是 都是 就像剛剛 怡靈或者是 賈六提到的 我們都是 1月開始參與折舞之後才認識 然後怡靈剛剛也有分享到 318那一天的早上 其實 伊林可能在 我們正式認識之前 我們 他有來過幾次折舞 但是我沒有特別留意到他 然後我們 我們真正 recognize this 大概是在308 那個反而遊行的 早上 對 然後我還印象非常深刻 317那一天的晚上 我們在臉書上私訊 因為我們都有注意到說 福茂這個事情 然後有一些社團在 在立法院的周邊 已經在採取一些活動 然後我們在問彼此說 明天我們要不要上去 所以 所以318一早 實際上我就是 我開著車 然後 載著伊林跟老丹 我們就 就衝到台北去 然後就 就開始了後面的一切 那 我個人的生涯規劃 也因為 也因為這兩個重要的轉類 在今年以來 有很不一樣的抉擇 那 我想說的是說 其實 有的時候我們對 對 關心這個國家跟社會 或者是說 對這個社會的前途的想像 有時候我們真的會很悲觀 然後我們會覺得說 天啊 這些事情 我們關心又能夠改變什麼 我們來參與 又真的能夠幫得上什麼 對 那 我想在這邊 就是以一個 親身體驗者的 角度來跟大家講說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只要 那個可能只是在營業之間 我們只要覺得說 我們多撥一點時間 多撥一點 心神 多想一下 多看一點 也許是一個禮拜 像這樣來折舞 一個禮拜撥幾個小時 或一個月撥幾個小時 多參與一些相關活動 多來出席一些不同的場合 其實所有的人的力量加起來 或者是你在參與的過程 我們會獲得很多改變 對 我想說的大概就只是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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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剛剛金融在分享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就是說 我們其實 回到我們台中來看 其實你想想看 我們從台中 然後至少上去台北 只要花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為什麼大家要花這兩個多小時 時間去 去到立法院 去到群衔樓外面去做 然後去做的時候 那個時候又沒有人 那我們什麼 任何人都不知道 原來那一天 白天沒有人的情況 晚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那其實就是有很多 可能就是像信榮 或老丹佳佑這樣 就是覺得說 欸我可能 不然我就去 用我一點點時間 去聲援一下 好了 其實如果很多人 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其實就是造成說 那個晚上會造成 怎麼樣大的一個影響 那我想接下來 來那個始作俑者 我們陳志豪同學 老丹男 他來跟大家做 他的檢要分享 OK 謝謝 講到318 真的就是 從那天早上說起 那天早上去的時候 真的是人很少 然後我和林信榮 來臨 然後楊總理 我們就坐在全線樓前面 在那邊打打卡 就很無聊的 沒有什麼人 然後我就趕快把我那個 拆政府的旗子 就拿出來秀一下 白白照這樣子 那講到拆政府 其實有318就要再往回吞 前幾天是918 就是張藥房張大哥走的日子 那報名這個詞會 我認為是從去年818開始的 就在918的前一個月 前一個月我們佔領了內政部 然後818再往前推一個月是718 718就是張藥房被推到的日子 那一天他推到了一棟房子 但是把報名就創造出來 所以在一個月後我們就翻過內政部的牆 就佔領 那是我的第一次佔領 我覺得要跨越報名的那條線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你跨越過後就再也不能回頭 真的是這樣的 那我在818的那天第一次把一個胖警察 推倒在地上 自從出了那一次手之後 我就再也不會怕 不會怕他們 不然其實我平常騎著車 在那邊走都遠遠看 看到有條紙趕快閃 其實我很怕 就是看到他們那個船那樣子看就很討厭 就趕快閃這樣 但是就從818那天 我們為了要開擠南路的人們 硬要拉開這樣 拼拼拉拼拼拼拉 然後他們就拼拼上來倒 幹 跟你倒這樣子 倒了之後就再也不會怕了 所以其實318其實說老實話 我們沒什麼緊張的 其實已經幹很多次了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不能這樣講 其實是很緊張的 那那天其實是蠻無聊的 就以為不會有什麼事情 但是其實說實在話 那天一大早搭著李醫師的車 要去的時候心裡面是很悶的 因為覺得 幹 床路人要來了 好煩喔 每天看到426在那裡走 就很想扁人 所以其實那天真的是想說 要去把中國人的力量擋住 一定有擋住 這是最後一關 不擋住不OK 是那樣的心情 但是就在那種很悲憤的心情去看 幹 怎麼那麼少人 感覺很不爽這樣 大家是都死了嗎這樣 所以那天其實是很悶 還好中午喔 中午我們去吃個飯 結果就遇到那個 現在躲在最後面 那個角落的盧梗毅 是他害我的 就是遇到他們 在某個地方偷偷開會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今天晚上原來有節目 沒有那麼輕輕鬆鬆 其實是有事喔這樣 就跟著他們去開了會 然後晚上就進去了喔 我覺得現在剛好談到這個的 我就覺得其實在這次318的事件當中 很少提到青島東 就是很多人看的都是從幾難路那邊看 包括今天我們回到318暴民轉 報民轉這一本冊子裡面 這本攝影集裡面所帶到的 基本上都還是從幾難路那邊進來的 那青島東那邊其實是沒什麼人 沒有什麼人有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真正去東間的人 都是從青島東這邊進來的 那天我也拉了幾個台中這邊的人 就一起去參與 那其中有一兩位是第一次參與 其實我很擔心他們喔 但是他們是我信得過的人 所以在人手很缺乏的時候 我就只好把他們拉來這樣 也很擔心啦 因為他們其實就很怕他們 因為這次如果出了什麼事情喔 可能下半輩子就完全不一樣 那天其實從青島東這邊要進去喔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我們也都一直都很少講 因為其實在之後我們大家都被中正遺傳啦 傳了之後就很難講 因為講了就變成可能他會拿這個來告你 所以我們都不太講這樣子 所以你們今天也不會聽到喔 不好意思 那基本上我要講的是喔 其實有很多人在那個晚上 是抱著很緊張的心情 包括我拉進來一起坐的 從台中這邊去了 那其實每次要進行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講說 等一下要負擔的 在法律上的可能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們自己要想清楚 如果不不可以現在可以離開 這一類的喔 但是我覺得很有面子的是 我拉去的人都沒有走 然後我們就很順利的 就翻越青島東的門 敲破了立法院的門 然後攻進去之後把立法院的門推開 是一片漆黑喔 那這一路其實這樣一路攻進去 其實是有點過於順利啦 我們都沒有想說是會成功 本來想說在院子裡面 口號喊一喊 大概就要被搬走 然後我又長得比較胖 大概會搬很久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唯一有戰力的地方 就是這樣比較胖而已喔 那這318過後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 因為一直以來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做一個小咖啡館的經營者 有很多的閒的時候 然後要嘛在網路上就倡議 倡議叫他去衝撞啊 這樣的事情 那自己也參與這樣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318之後 我倒沒有變化很多 有很多人來說318的對他來說 可能是神明當中的第一次喔 但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是覺得很開心的是 在那個一兩週之間 應該還不止一兩週吧 三個禮拜有沒有 應該有吧喔 在青島東、濟南這些路上 變成是所謂的安納期 就是無政府喔 我非常喜歡這個 其實我做運動 其實除了要幹掉國民黨之外 對我來講其實我 最想追求的大目標是無政府喔 因為我們其實有點怪怪的喔 所以不要跟我學 那其實我很信賴說 如果當人的智能變得夠高的時候 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啦 沒有體制這種東西喔 所以在那一兩週之間 其實我們一起去證明了這樣的事情喔 在那幾條路上 大家草黑皮的也有吃有喝喝 然後大家互相幫忙 然後電子碎鍋會自己收好 然後每天還有課可以唱 然後有九二九來唱歌 幹過超爽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 那就是無政府最快樂的日子 所以我覺得三一八對我來講 我只是覺得說 太好的證明 就是無政府狀態是可以walk的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不斷的再繼續做下去啦 套一句那個連聖文說的喔 攻佔立法院不是攻下一座城堡 是多下了一枚希望的種子喔 這個是連聖文講的喔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每一位喔 大概都是那一顆小種子喔 再來他們都不會長大喔 有人可能比較大顆啦 那 那報名這兩個字喔 對我來講 其實那一陣子 因為今天這個題目是這樣 要說明一下 因為有很多人都以為 報名那個 因為有那張 有那個字樣 大家以為是我做的 其實應該不是 這個詞彙是很久啦 只是那一陣子剛好有朋友寫了字 所以我做成那個小貼紙去到處亂亂貼亂發 其實跟我沒什麼關係啦 那 報名我自己覺得說 沒有報證哪有報名喔 所以這個 不是我們自己要這樣 其實我很peace的喔 那只是 他要對我們不ok 我們也不用再跟他客客氣氣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像今天那個 蘇格蘭他們這樣子 拼了那麼久沒有過 我就很想去燒一台車子啊 對啊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台灣人真的就是不夠野啦 在我看來就這樣 就是像我剛剛講 其實要推倒一個胖 胖警察 其實沒有那麼難喔 我真的是覺得說 我們要積極一點喔 然後 該燒車的時候也是要燒車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喔 好啦 反正我今天就是 來啦塞的 當然就怎樣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其實 對啊 那個 其實老人做那個報名的那個貼紙 我覺得有它的意義 我記得我們7月1號去香港的時候 然後我們帶了一堆的報名貼紙去香港發 有香港來的朋友 那個 香港的朋友看到我們發報名貼紙 很多人在閃 你知道嗎 不敢拿 對啊 所以其實 我們其實 就是我覺得可能我們又跟香港比起來 我們又太報名了 這個 好 再來 要請那個 嘉瑞 要嘉瑞大哥 好 他是我們哲武的攝影的志工 那其實他也是在這個 318期間他就進到那個 現場 好 要不要 好 我幫他留下一張的請 我幫他 好 我剛剛沒時間去 編出去 我就乾脆 按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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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我照這個詐騙 然後下去去講 然後 在講之前我要先反駁一下 其實他今天題目講報名 其實我不想來 因為我不是報名 因為我每次警察那邊 我跟他說我要借過 他就不上我過 對啊 他一定要抓我 沒辦法 其實我很有禮貌 每次我都很有禮貌 這個要先聲明一下 然後 其實我跟 進去之前 我跟千賢 我們街頭我們常碰面 就 基本上我們兩個角色 我們在攝影場所 我們會 比如說我看千賢在那邊 我會就跳到另外一個角度 然後絕對沒有死角 讓警察無法辯迫 有出事情的話 大概 我們都有這個默契 所以我們沒有去商量 好 我先 我沒有照數據 我先 大概我以幾張相片來 稍微敘述一下318整個過程 好 這一張 我隨便抓的 那個姓榮 那個是伊玲 還有老丹 其實你們會不會很奇怪 老丹後面怎麼用那個紅線刮著 知道那是誰的舉手 老丹後面有沒有 我有紅筆 不好的 那是紫雷點的你朋友 有八卦 有八卦 趕快跳過去這一張 可以提供嗎 趕快放大 是哪一個 放大放大 有少女夢瞬間在那邊幻滅了 欸 不動耶 有動了 好 那這一張 這一張 其實這一張 我其實我準備下來 你順便呼應老丹剛剛講那些 你注意看喔 其實 你不要看第一張 我要讓你看 走右上方那個9點33分 那個走下方是零飛盤 你看 同一時間 這個時間順序 第一張 稍微前面一點點 然後零飛盤有記者 要開始在那邊拍攝 所以他就舉手在宣示 但是你注意看喔 這時候零飛盤 在9點33分 是還沒有進到議場 有沒有 他還沒有進到議場 但是同時間他在他身後 這個應該是一號門 所以我先解釋一下幾號門 其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是我們進去裡面 邊拆邊的啦 其實真正立法院怎麼邊我們不知道 好我要解釋說 林飛盤 壓部後面一個黃黃的地方 其實那是議場門的入口 但是我把它放大 你有沒有看到 裡面也已經有椅子躺著了 後面的 裡面是暗的 這代表什麼 你們清楚嗎 我要再呼應剛剛老甘講的 在林飛盤他還沒有進去 其實這我講 大概講一個實況 幾情況 林飛盤跟陳雷婷這時候 是在剛進去 9點33分 從擠南路那邊 其實是差不多到快9點時候就動作了 這個代表什麼 有人先進去的 裡面是暗的 所以呼應 然後剛剛講那些話 其實有一個攻堅部隊 是從清早攻已經攻進去了 然後在裡面已經堆疊基本的防禦 所以當整個林飛盤跟陳雷婷大隊人馬進去的時候 其實有這個 這些人目前應該我們不會曝光 然後我在說的時候 這個運動雖然很多人都想學一學 其實在背後是很多 包括我要呼應終於講的 很多公民 默默的呼吸 然後到現在這些人 我相信相信有一天 在寫318的時候 這些人在一段時間沒有 可能沒有有所忽略的時候 我希望把這些人 這個名單寫出來 這些到目前他們都非常一樣 也沒有講 不是講不只老單講的這樣 其實有的大概都 基本上我們那些剛進去的人都彼此信任 其實那一天中午我在吃便當 其實那個陳雷婷有找我 因為那時候旁邊整沒很多 我就不開 我沒有去開會 我說跟陳雷婷說 我說你們動我就會動這樣 我就講這樣 好下一張 好 我這張我故意放大了 這個時間點有沒有看到 9點06分 那個是誰 搬著 這是進來路那邊 搬著鐵門 像中理 其實我要講的 其實他搬得很辛苦 他又那麼 從來沒有胖過 他那個鐵門搬得其實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警察又擋在這邊 其實有一點我要說的 今天臨時這個狀況很突然 所以其實你看外面的民眾是不敢進來的 就在外面不敢進來 然後中理一直在那邊喊 我撞不住 我撞不住 撞不住 某些人還是不理他 又不動 下一張 這張 這張我還是要證明 中理在裡面 其實他很低調 他說我們一定沒有拍到他 我為了證明我一定在裡面有拍到 所以這一張是我從大景照片裡面解舉出來 他坐到後面 好 下一張 好 這是即使是熱在奇遇選頭 應該是那天中午吧 中午左右 一點跟慶龍 其實有幾個都是台中來的 有的我名字不論是 再下一張 我這一張要說明的說 這個時間 其實警察一開始的人 這是大概都幾難度這邊 9點0幾分 警察並不是很多 其實那時候很多人其實都一直不敢進來 這個我拍這個鏡頭我已經衝進去了 我很有禮貌跟警察講 衝進去以後 他我又 你衝到裡面沒有人 我又回頭來看了 所以再要9點幾分 再下一張 好我這一張意思說 其實在離飛板跟陳立廷 帶挺多人進去之前 裡面已經進行一段很激烈的攻防 你們看到玻璃波了 你看 那個沙發也在那邊 這些就是之前跟應該是先鋒部配音 跟警察在那邊有攻防的過程 再下一張 這一張應該是差不多12點吧 快12點 然後臨飛板很快要下令 要把整個遺場封起來 那時候 那時候有問題 那時候我們接到消息 裴偉老師要來看 但是裴偉老師在大谷那邊有受傷 其實我們不知道接下來可能 我們不知道會被弄斷到 什麼一個情況的攻防 或多激烈 我們不清楚 所以他有進來看一些 這房一芬這是周副儀 然後他 我們要趕他出去之前 那個裴偉老師叫我 要幫他們拍一張 才會拍這一張 所以這一張是這樣來的 我按下快門以後 裴偉老師就趕出去了 因為其實他身體狀況 包括到目前為止 裴偉老師腦部裡面都還有血塊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活動 我們都盡量讓裴偉老師不要質詢那麼久 好 題外話 下一張 好 這一張我拿這一張是要 那個是先寫 右手 左邊在他拍一張一張 其實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 我們常常看的那報道孫雄寧 孫雄寧就是他 他現在好像就是刮掉了 要聽一下 好 下一張 這一張大概 其實我進去議場裡面 差不多11點多的時候 有民進黨人在 有到外面那個階梯那邊 再來聲援嘛 就我趁那個時候我就 其實這邊是青老東 這次差不多11點多 11點多的時候 我跑到這邊拍 其實外面的人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那到目前這個 我估計那時候應該是 也是三五百 裡面是差不多到五百左右 其實相當程度是非常危險的 好 再下一張 這張我要證明說 這個應該 這是三號門 那是賴一分 賴秉立 這個我不知道什麼名字 最什麼的 鄭柏雲 鄭柏雲 對 然後其實這時候都還沒有 就堆疊沒有用繩子綁的 好 我下一張 這次加油 他是在中間靠右 也是跟老大他們很近 再下一張 這張我要說 這張是三號門 你看大家都笑 一直在笑 因為我要證明一件事說 其實跟 跟 跟人 跟什麼人防守是有關係的 你看大家 其實是半年三點多了 他已經被攻一次至兩次了 你看大家都很高興 你看 為什麼很高興 其實三號門 那時候有守不下來 然後警察一直輪著在攻 那時候應該是在攻 6號 5號或6號 大概是這個時間點 其實後來我們幾乎都會很默契 你看 在攻別的 別號門的時候 我們這個 這號門是沒有在動 因為 這些人這樣 幫手 然後支援 但是 每個號 每一號門都有固定任者 然後看 針對他攻哪一個 我們再互相支援 下一張 就是 信隆 信隆 那時候我不知道 那邊有沒有帶白袍 烏函變成什麼 什麼意思 超人裝的概念 我找不到電話庭 不知道去哪裡看 好 下一張 老丹 這是六號門 老丹 這是六號門 六號門 那時候即使到這個階段 大家已經稍微默契越來越好 之前我們在攻的時候 都會很緊張 後來喊 後來到 到某一個階段以後 其實是在攻哪一個門 那個門的人都不會出生 只有123 天子會123 對123 其實大概就這樣 下一張 這是 也是三號門 其實我要撥這一張是說 這一張其實 一度 三號門一度一度 非常非常危險 你看警察都 都跑成這樣 就 跑成這樣 那時候 賴筆 賴筆從在那邊 很多人丟給他那個睡袋 那就緊張 亂丟 亂拿 那包括 下一張 你看 再下一張 就怎麼這樣推 這是老丹 老丹 你自己在想 因為他那邊 他們那邊都一直推我 所以我們要把它先貼好 不然會掉 對 其實我已經換過 他那一部已經掉了 好 下一張 好 所以這個 我要說明這一張 就是說 其實黎飛板大概就站在 這個 不然就站在一個制高點 然後他會去指揮 你看 這個是 這是八號門 對 這是八號門 那個 那個先險大哥大概也在那邊 好 先險大哥大概 對 你被把這交 其實這一次 黎飛板是在跟對方警告 我沒有記錯的話 說 你不動 我們就不動 不然我外面人家衝進來 而且我們也很心虛 因為外面我們知道沒有什麼鬼 其實那一路相當危險 下一張 他這個表情 你看 他在警告其實 應該他自己也很心虛 因為外面那時候 資源 資源 好像到快天亮才到 下一張 好 這是因為 天亮啦 然後警察 立委有去跟裡面的那些警察講 所以我們能出來 其實我要補充一點說 從昨天那天晚上 從銀飛板門關起來以後 一直到可以出來 結果我最緊張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能出來抽煙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警察怎麼攻擊我 其實我不是那麼怕 我一直在想 等什麼時候才能出去抽煙 什麼時候才能出去抽煙 然後就一直推 其實你看 我要所有的 其實到 我大概就是六點 六點多 最後一次追脫工房以後 我往另外一邊開了 你看 這個警察 延伸到立法院那個 四五六百 四五六百人 那其實相當危險 後來因為我又到金老公看一下 下一張 你看 看到我就不怕 所以你來不快 其實很多人為什麼一直在說 為什麼不攻 其實相當嚴肅 相當 其實這種相當複雜的因素 這次也是相當 差不多六點 八點的時候 七八點的時候 人已經一直走進來 那時候金老公還沒有管制 當時人已經一直進來 大概是這樣 下一張還有嗎 再下一張 這一張你看 那時候大概晚上 那個楊總理已經出來 你看喊成這樣 多賣命啊 就是最 還有沒有 就是第一張 我大概這樣講一下 大概整個基本那一天 其實從第一天我到隔天 十九號九點多 因為沒有煙 我趕快出來買煙 所以講的詳細 我因為是煙的關係 其實我跟三一八沒有什麼關係 我出來買煙 買完以後 其實我要進去 那時候1985已經把那個線拉得很整齊了 很規則的叫我們怎麼走 所以那時候也進不去 後來碰到不知道那一天不知道碰到誰 我說大哥要不要舉起 我說不要 光不能抽煙我都受不了 所以 其實我後來有回答中 陸陸續再上去的話 其實我把重點放在外面 後來我要講的說 在後面一直持續到晚 其實我中間都陸陸續有在觀察 我最要講說 其實不管你在裡面你在外面 其實不管或者你只是在電腦前 在整個場運動裡面 不只學生 很多公平 很多不管哪個哨的 我在 因為基本上我在參與運動很久 二三十年 所以我其實我跟某些所謂 就是那些台派的人 我是滿熟的 所以我看到那些人也出來 還有年輕人也出來 所以這整個運動 我一直認為這整個運動 其實幻想很多人 很多老的時代跟新的時代 其實透過三一八 我發現有相當程度一個相容 互相瞭解 我認為是一個好事 有人說這些運動 可能沒有達到某些成就 但是我認為在無形的成就中 帶領更新的時代跟老的時代 去共同了解台灣的未來 台灣要怎麼做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相去了解 是我們對台灣整個未來 要創造一什麼樣的台灣 今天就像今天蘇格蘭 那個獨立投票一樣 我認為過程很重要 不然誰有沒有獨立 其實對他來說 那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那個過程 只要大家有跟我們認真去做一件事情 一定有成功的一件謝謝 謝謝佳樂大學 謝謝佳樂大學 雖然我一直想低調 結果還被他找出來 其實在這場運動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好像有很多人站在檯面上 然後很 我們現在看到塑造出一個 比較像是一個 英雄的人 甚至有人開始在質疑 是在造成 那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是一種 也是不得的一個人 有時候會變成不得的一種 就好比說 那麥克風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丟到我手上 你知道嗎 那所以說 那你就是必須要承擔下來 那 該去發聲的時候 就是勇敢發聲 因為有時候就是 那個責任不穩到了你手上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 那你必須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 我想說在這個運動裡面 其實有很多人在複摸 在付出 不是只有拿來口紅的人 這樣 那 最後啊 我們要壓軸請千賢 來 跟大家來分享他的這個作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希望做 今天希望在場的各位 那在我分享我自己三一八 這整個過程中之前 那 希望各位能自主性的 那我們一起向我們三一八公平的 夥伴瑞光 默安十秒鐘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不知道 我是覺得很感慨 就是說 我們今天 到今天為止去往前看 這個所有的運動中 那 所有的過程 我們都是這樣一路上經歷過來的 好 那 抱歉啊 應該不應該把 把這樣的氛圍帶這樣 不過 不過 我們在這場運動中的 所有的公民運動 我們都是我伴 我們都是我伴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 至於說 我為什麼會去紀錄這樣的過程 其實 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長期下來 其實 一直在紀錄台灣的所有 跟台灣有相關的議題 那 包含社會運動其中 也是我其中的一環 那 其實我不是什麼公民記者 我 我相信公民記者是近幾年出來 因為 可能公民記者這個東西 可能是 大家對所有的媒體 都 非常的 唾棄 所以自主性的跑出來 那 不瞞各位 我自己也很討厭記者 我自己也很討厭記者 雖然那個 大家 沒有 雖然前輩 那我自己本身 是因為這一次318整個 整個 我整個過程中 所以才會 因緣際會的 變成一個 所謂記者的身份 那 我必須要 如果在座有記者身份 請不要介意 那 因為剛剛也有消息 也有提過 那就是說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 我參與這318的過程中 其實在318議場裡面 有太多的面向可以去討論 我不管是組織 不管是裡面的生活狀態 有太多的面向可以去討論 那 其實在很短的時間 其實要討論 討論不完 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可以再自己下去做 任何議題上面的討論 都沒有關係 那今天我一直想要分享 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其實 進到立法院的第一天 晚上開始 那 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其實在前三天 我老實說 在前三天 其實沒有什麼媒體 我相信沒有什麼媒體 那我們第一時間 其實第一時間我進去的時候 我雙腳已經都是 都受傷了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就是說 因為自己個人在受傷的關係 所以我第一時間 在第一天進到一樓的時候 我就很快的轉移到二樓去了 因為我雙腳其實行動不變 所以我唯一可以做的是 找一個制高點 去拍下一樓的所有的現況 那在同時其實 我不知道你們什麼時候 很開始看到有 議場裡面的Live的 那個轉播 那我們在二樓的時候 我們就一雙拖鞋 就把iPad 把它架設出來 然後把議場裡面的狀況 第一時間的就轉播出去 那這個政府很爛 我進去的時候 前兩天 其實裡面的WiFi 都還是可以運作的 其實都還是可以運作的 所以我第一時間 其實很多的照片 因為我是拍鏡太攝影的 那我們當下先把 一雙拖鞋 把iPad把它架構起來之後 就是可以拉Walking的時候 我就盡量的把現場的狀況 趕快拍攝 然後傳出去 那前兩天其實 訊號都還OK的 但裡面第一天的時候 最多人 我大概預估起碼 四五百個跑不掉 在裡面 那到了第三天 其實訊號基本上 都已經被這個政府 已經算是干擾跟切斷 那裡面其實非常封閉的 裡面所有東西都非常封閉 包括所有的訊息 都是非常封閉的 所以他們裡面的 很多組織性的東西 要趕快組織起來 那在媒體的這一塊 其實一直到 前三天其實都沒有什麼媒體 然後到第一個禮拜 可能媒體陸續進去 我印象中最快的是一電視 一傳媒 最快他們是在 他們就直接到上二樓去了 那好進來也沒關係 那好進來也沒關係 就是第一個禮拜 就是有新唐人跟一傳媒 那就在二樓的時候 就開始在做一個現場露營的狀態 那其實在相處那幾天 其實我們有聊到 因為他們通常現在二媒 在一百年二樓其實已經算是一個媒體區了 所以進來的時候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那你爺爺就很賣 你爺爺就不是記者 就很唾棄這個 這個你也不能表明的太直 因為現在台灣的媒體 都會是中國的 這個是不真的事實 有意義的可以講 那除了還有一個台灣民報 可能就是真的會在地的台灣發生 我覺得這東西是很重要的 那像過去的民視啊或什麼 其實三立我不知道啦 這個東西讓大家自己去做一個判斷 這我就不用多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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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在聊過程中 他們其實他們像伊甸士 新唐人還好 新唐人是還好 然後像伊甸士他就 他就講說 他就說 我們在聊 他就講 看 我來往大家輪班 他們可以輪班喔 因為他們有汽車證 可以自由出入喔 我們這個是沒有 我們是進去就 你要嘛就出來 然後要嘛就是在裡面 我是因為雙腳動不聊 所以知道我會會在裡面 對 因為真的很痛 我們就在那邊聊 然後他說 路者有什麼用 因為回去不播的 他們回去不播的 因為是老闆的關係 好 那到第二禮拜的時候 媒體慢慢進來了 各大媒體慢慢進來了 我不知道 因為這些東西訊息 都是我事後再去看之前的訊息 我才知道了解這樣的過程 那我相信你們第一時間 因為我們沒有進去的 在當下你們看電視的話 第二禮拜你們看到什麼東西 所有的訊息是什麼 喝酒 還有聽出來可以信愛是不是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啦 這個是我出來之後 我在開始追溯 追溯我那時候在裡面很封閉的時候 一些訊息的時間點 我才知道有相關這樣的問題 那第二禮拜 相信所有的東西都是全部都是負面的 對裡面的公民 他們做的任何事 都是一個負面的報答 我相信應該蠻符合事實的啦 那到了第三個禮拜 也不能說直接就跳到第三禮拜 從第二禮拜到第三個禮拜 因為裡面就有一個訊息就出來了 就是說 因為裡面其實很不好過 因為外面還有可以聽到一些演唱會 那裡面可能都是到後期 滅火器 還有一些比較獨立的創作者 才在裡面幫我們消磨一些時間 那裡面就只有我們幹 因為他媽熱得要死 然後第一天進去 到過一禮拜還沒人洗澡 然後腳又有傷 就中間就有一個過程就是說 有訊息說要斷水淡煉 裡面都有一個訊息說要斷水淡煉 然後你在當下你會看到 媒體出來講的話 裡面的記者 他們放出一個訊息就是說 沒關係 只要第一時間斷水斷煉 他們會把所有的攝影器 才有的燈光全部打開 最少讓立法院裡面還有燈光 可以維持住 那其實以人性的這個考量來講 我覺得這些記者在裡面 其實都感受到那個氛圍 他們自己很清楚的 他們自己很清楚的 其實他們願意站在學生這邊 即便他們不說 要不然其實他們可以不用做這些動作 那對一個現在在目前的政府 還有目前的媒體都是 就是偏向中國的這個氛圍來講 我覺得當下其實 有很多面的人性其實也是看得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環節真的是很重要 那不管當下的訊息 它是不是播的很正確 那其實我相信他們很可憐啊 我覺得他們是拿攝影機的 其實也是拿公司的薪稅 老闆部份跟工作嗎 你知道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呼應到那位同學 因為我自己也看在眼裡 所以我為什麼要拖棄記者 那拖棄是有一個整個過程的氛圍 所以我自己都會跟自己說 我不是記得 可是我一定 只要台灣有任何的社會議題的運動 我自己會站出來 用我的立場 我去把這樣的照片全部錄出 讓各位起碼有一個訊息 可以知道這樣的東西 雖然個人的能力很薄弱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不做 真的是所有事情都沒有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全台灣大多數的人民 我不知道 好像都在看媒體長大 那媒體到底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大家的解讀方式 對議題的方式 或加上人情 這個時候其實都會偏 都會偏 那 像最近的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殺一個警察 你看 我不知道那些媒體很愚蠢 就我我很不認同 如果這是一個過程 我只是想說 那些記者可以問孩子的阿嬤 阿嬤都好說自己的孫子很乖 那這個東西就牽扯到人情 事實上是怎麼樣是不知道的 那我覺得這東西 應該要回到一個 自己是不是有一個思辨的能力 看到訊息是不是可以去做一個判斷 我覺得這個在目前的狀況 是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 那 很多人就問我說 阿 阿 我們再來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說 有一個重要的就是說 你不要在那邊跟人家罵 你自己去做一個 你能力上可以做的事情 即便你可以捐錢 那 我是因為我還有一些攝影的能力 不管好不好 起碼可以把所有的過程 運動過程中的所有 不真實的東西把它拍下來 讓人家露出 讓人家知道說 其實現況是這樣的狀況 318就是這樣的過程 那其實 我真的也沒有想到出書 這我真的沒有想到出書 可是 可是一出來之後 只能看到整個社會的分合 我覺得這東西其實是 是 必要讓人家知道的 那 那我特別 陳醫院報告明在這裡面 其實 我將人的因素抽離的原因是說 因為 現在這個政府真的還在追殺眾 那 如果 有所有的過程 都有跟警察有衝撞的話 其實 對警察來講 它就是一個證據 好 所以這個關係 我必須要很小心去處理這一塊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這一本 其實最主要是 將318 第一晚到結束 還有我出來立法院之後的 櫃南路 或者是青寶宮西路 這兩條路上面 所有的光明的創作物 我把它集結成冊 因為 這些東西 照片本身會說話 那 我就讓照片說話就好 那 人家看完之後 各位看完之後 有自己的識別能力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好 因為我沒有要給各位任何的答案 因為 如果我給各位任何的答案 那又跟國民黨一樣 我們常常堵堵堵 他們輸出來就是黨國教育 就是想說你一定要知道這樣的東西 可是我們為什麼 就是不能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 這一次運動 其實我看到很多的學生 公民 他們其實在這一次 已經唯有覺醒的能力 那至於這一次的能力 怎麼去把它集合 醞釀在下一次的運動也好 這個東西其實要 要有很深層的考量 要有很深層的考量 因為這個政府真的不好搞 這個流亡政府真的不好搞 所以 我是覺得 一個極權的政府 他才會把反抗者定位為暴民 這個東西是 整個這樣下來 我會對這樣的暴民兩個字去做一個解釋 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很榮幸 因為 身為台灣國人 能跟這個政府對抗下去 那就是因為做而不共同意 那很多的議題 我們要再繼續努力下去 服貿 貨 貨貿 這次的收水流事件 貨貿也都在執行 我不知道各位 各位有沒有去注意到這樣的東西 不管任何的議題 中國的車廂都已經來台灣掛材上路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太多議題了 太多議題可以找不完 那 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國人自己要站出來 台灣國人要自己也要站出來 不站出來 什麼都沒有 為自己做一些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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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聽人家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為了自己要站出來 這件事情 那 從318之後 一直到持續 到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說 318結束的時候 有一句話 大家想說要出關過種 對不對 是講到這個 那其實 我們也看到確實 就是 在這場運動之後 許許許多多的學生也好 或公民朋友也好 在不同的生活的場域裡面 大家開始去做一點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都是為了台灣的這塊土地在做的事情 不管 而且其實每個人開始就嘗試著 我覺得已經開始回到說自己的生活當中 不要再去害怕生活裡面的一些政治的問題 然後不要害怕去討論一些公共的事務開始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那 所以 你會看到說 比如像 我們上禮拜六 這個老婆前進 在推這個共同大附陣 或者是全面罷免 在台中開始要啟動這些罷免的行動 包含 剛剛老單忘記講11月的那個29 等一下要補充一下 然後 甚至像我們在以折五為班底來講 我們也要去嘗試推動所謂市長提問 因為我們知道說 11月29號那一天你是主人 可是過了11月29號那一天你就是變流利 為什麼 因為我們永遠都只能當一天的主人 只有選舉的那一天才當主人 我不相信我們台灣人不能真的 325天每天都當自己主人 我們可以每天當自己的主人 那 不好意思 我差了算 這是英國這一次 他們 很才輕輕的事嘛 雖然他們沒有 蘇格爾沒有真正的獨立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他們就算蘇格爾沒有真正的獨立 他們還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沒有國家的 我當然我自己 我自己一直在強調這個台灣國 就是說 我一直在講台灣國這個東西 我們老實說我們講的很虛 因為我們被這個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這個 已經 在這塊土地已經好小的故案 其實我們真的還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國家 那我們一直努力的朝這個方向 那蘇格爾蘭英國這個大英帝國 這個東西 其實他們不管風頭過與不過 他們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大家還是要努力 那這個不是廣告 這個是不過不是廣告 這個是我們的創康 這個是在318進去的時候 後幾天嘛 3月22號在現場發的破爆 就是現場就是號外 號外的爆 那其實這張照片大家有看過嗎 這就是我們第一時間進去的時候 一雙拖鞋架設的iPad 你看裡面多貧窮 那唯一就是只有 就是朋友的拖鞋 然後就把iPad把它架設起來 那這張照片是從二輪拍下去的 所以在第一時間才有辦法把所有的訊息露出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共同的回憶跟經驗 就在這一張開始這樣子 謝謝 好 那 我要講什麼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談的這個318運動 我想說其實大家談的 剛剛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談了很多說在運動期間的這些經歷 可是我們比較沒有談到說 這個運動之後的影響 或者說運動之後 我們又做了哪些事情或改變 那當然我自己本身也參與這場運動 那可是因為我自己工作的關係 我本來就是從事社會運動 在NGO組織工作 所以 對於衝撞這件事情本身 對我來講就不陌生 那 在過去我們跟政府在對抗的經驗裡面 我們其實很多人 我們跟家講說我們做社會運動 你就是只怕街頭 然後去反對政府 他只會罵而已 很多人都說你只會罵而已 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是大家對於從事社會運動工作者 一種標籤 或者是無名 就是所謂對於報名的標籤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這些社會運動工作 大家會想說你們只是走街頭 那個叫街頭運動 那不叫社會運動 好 好 所以說 社會運動其實是需要說 要做什麼 要做研究工作 我們會去反對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反對 是因為我們研究完了 以後發覺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或這個法案是有問題的 我才會去反對 這個叫做社會運動 那不是說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然後走街頭 這種社會運動 所以我覺得可能 如果有一部分的人 還是會對於所謂的報名的標籤 或是社會運動 有一些誤解 我覺得大概稍微要做一點 這個比較簡單的程序 那好 接下來我想交給大家時間